今天中秋节嘛 给我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一样一个红包 这个是爷爷奶奶的 一起给的 这个是老爸的 然后我妈妈因为在外地嘛 所以就发的是微信红包 走吧 叔叔回来了 等会儿说跟爸爸 然后一起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房子 看到底要怎么弄 因为我们也不懂嘛 帮爷爷把骨子摊开了 现在出发 大地吧 到了 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围墙的朝向 把大门开到这边可以 这边是朝南的 这个桂花感觉又开了 好 这个桂花感觉又开了 好 好多呀 特别的香 前几天还没这么香的 现在去房间里面看一下 对它这个是空心的 去二楼看一下 是不是啊 二楼是不是实行的 去杂务房里面看一下 去杂务房里面看一下 他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大蒜 剥完大蒜 切这个鸡杂 自己家的鸡拿来昨天晚上杀的 这是鸡肚子 对 鸡内经这个干了之后就是一味药 这边还泡着沫 等下炖鸡 这里还有个鸡蛋 软壳的 包在里面 对 你的杯子给拔 那里面子都顾给点拔 切了一节冬瓜 这好像一个碗 用这个碗吃饭吧 现在正在切这个肉 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的 这个炖红燥 那边是鸡血和这个鸡杂一起炒 然后这个鱼就用那个青椒炒 这个肉切好了 然后剔了一点肥肉出来 这个等一下炸油 炒冬瓜 特别的香 对 你 我老爸在看新闻 这个是他自制的眼镜 眼镜腿没有了 搞个绳子这样绑 笑死我了 一边一个 这个鸡汤已经熬了很久了 这个黄色的汤已经熬出来了 现在把木耳加进去 继续熬一会 好香啊 这里面炖的是肉 等肉熟了就把这个红枣加进去 杨师傅昨天喝完这个凉茶 晚上睡觉没那么痒了 奶奶说今天再熬一遍 再多喝一点 好香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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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大铁锅里面炖的是猪头肉炖芋头 这个糖还没有放盐的 奶奶说让我放一下盐 吃饭了 家常厌饭但是味道特别的好 奶奶刚刚给了这个艾草给我们 这个是干的 说放到那个草药里面 等会儿烧一股水 晚上给杨师傅洗澡 这个是直养的 也就是还要帮到那边 生草快散浃 草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